時任新竹市議員鄭正前 2018年爭取連任 又是掃街拜票 又是教士活動 如今卻被指控 為了選舉 2017年陸續借了1500萬 選後卻沒有還錢 新竹地院判決出爐 根據裁判書內容 原告鍾佳麟 因為朋友關係 認識鄭正前 而她用選舉周轉等原因 2017年到2018年之間 陸續借了1500萬 鄭正前口頭約定 每個月累積二十萬 二零二一年一月開始 她催告鄭正前應該還錢 但沒有成功 讓她氣得一仗告上法院 最後法院判決 鄭正前要償還1500萬債務 實際前往鄭正前新竹地方服務處 鄭正前人不在 只透過助理發表聲明 本人與鍾佳麟女士間 確實有借貸與投資間的往來關係 雙方對於往來關係的財務上 任職不同 本人已經委託律師進行上訴當中 但僅透過聲明回應 本人電話直接轉語音信箱 鄭正前選擇神隱同黨委員 也難替他說話 欠錢還錢天經地義 如今法院判決鄭正前應該償還1500萬債務 而原告莊佳麟過去曾捲入非法吸金案 被判刑9年也還在上訴中 如今兩人各說各話繼續對付公堂 陳玄正後一 李維廷 朱樹君 台北新竹 綜合報導